不是说练四肢吗 四肢是什么 四肢要练什么 四肢就是练肢跟体的关系 那肢要怎么用 肢要在什么状态下用 肢是要在整体的状态下用 所以它要很正 所以当它这个样子的时候 它的架构出来以后 它这个是 你这边是一个整体吗 这边是一个局部 再起来 起来到这边又是一个结构变了 结构变了 结构变了 变成另外一个结构了 结构是一个整体 这是一个局部 知道的吗 这是一个结构变了 结构变了 结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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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是 结构是一个整体 我到这边 这是一个局部 要不懂 所以它整体出来 结构一直在变 结构变的那个点 你要用的那个点 是这个结构里面的一个局部 在那个点里面 你要有力量 出 这个就是支跟体 那它的力量从哪来 从体来 是不是 支的力量从体来 所以我说我打它 你不要在这边就用力 支就用力了 支的力量不是从支来 支的力量从体来 我说支是做什么用的 支是做什么用的 变化还有什么 我们为什么要运动 就是体的能量 体产生的能量 要透过支来做运化 所以支的能量是从哪来 当然是从体来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你在做运动 你在做运动 你做的都是这种运动 你的动作支就是在支了 你在肩膀了 你都是在肩膀 这是支的运动 它没有到体 它没有到体 这个就不是肢体的运动 这是支的运动 你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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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在这边 到这里就断了 支跟体之间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 体的能量就不会到支去 支在用它本身的力量 这样不懂 中国武术明白这个 所以在用的时候告诉你 支放松 支放松在动的时候 它是力量是从体出出来 你在做任何东西是力量从体出 不是从支出 所以我在碰到它以前 我不需要出力 要不懂 本来就要这样子啊 对啊 是不是 所以它有什么 它有这个嘛 它的身形里面有这样的东西嘛 是不是 所以你不能 我不能说我的批拳 我就用 啊 我就用这样批 我这样批 这这不是啊 这都是支啊 它最后练到你的最后再把力 它最后练到你的最后再把力 应应应应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对 要不懂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支放掉 一定要把支放掉 体为主 体为主 支是体的表达工具 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知道吗 知识用来表表达的表达的力量从哪来 从体体来表达什么 你要表达东西从哪来 从体来 啊 好 再再再试一下